好 所有给观众 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博敦日前访台 今天早上副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内接见会晤 在新年一开始就表示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 好久不见 心态上宛如老朋友 来看一下两人会晤的情况 台湾在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之下 一定会坚定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捍卫区域的和平 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还有经济的发展 蔡英文总统特别强调和平要靠国防 国防要靠权益 那现在在谈话中向美方喊话 期盼美国能支持台湾加入CPTPP 无论远回应此刻正是台美拉近彼此距离最好的时刻 台美应该洗手合作对抗中国的威胁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